平時聽得多我的音樂 但真的看收垃圾第一次見 真是很主動地不收東西 香港人真是何時能做得到 不過香港人都是喜歡製造垃圾的 只是我台上也會建垃圾 台灣其實早在2000年就已經開始實施垃圾徵費 在市區的垃圾車只會收集指定的專用垃圾袋 而非法棄置這些垃圾的人 會被罰款300-1600港幣 而且還有舉報制度 成功舉報的市民可以獲得兩成的獎金 所以大家應該很深深明白 台灣人之所以禁重視環保回收 或多或少都是因為這個垃圾徵費的制度引起 沽者負其費 垃圾越多收費越高 而且政府不怕麻煩 主動支持和鼓勵市民源頭分類 減費同時也減費 大家就順利成章 能養成這個好習慣 為何他們是按了時按了刻 知道車要怎樣來 然後大家放了些東西在這裡 拿到垃圾 我覺得蠻好會的東西 真是 可惜可惜 看看這邊先看我們的車 這輛真的不是分類的 真的是很臭的垃圾 好像台灣的市民已經派發了一些膠袋 藍色應該是,指定派幾多個 你每天就在這裡收垃圾,每天幫你收 不過是香港才這麼幸福 其實很多國家都會提倡 為何去做環保、回收、相關的事情 至於我們香港,唉 研究諮詢到今時今日都沒有正式定案 人家已經走了20年了 手法非常純熟,送出送出 而我們香港政府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雖然台灣的垃圾處理是很成功 在亞洲區都叫做數一數二 但也有不少人說政府執法過嚴 矯枉過正,有時真的不是太人性化 令到大家生活變得不方便 所以怎樣可以做到減費得來 又不至於擾民呢 可能最基本,是要由自己的生活做起 因為真的沒有這些車去支援 或者那個方向沒有市政 沒有這些去支援這件事 所以我想真的要見到香港 有些東西都幾天幫夜探 難得來到台灣見識 都是經常見到這些車走來 沒有什麼真的見到那些人會收垃圾 老實說,我經常都覺得 去旅行呢,最重要是做到一些生活的態度 只是去吃多玩睡 那有什麼意思呢? 我經常覺得,你在家裡可以吃多玩睡 但是來到一個國家,來到其他的地區 我覺得你要好好把握 盡量去把握 盡量去了解當地人的生態 他們發生了什麼事 你怎樣可以把他們的東西 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圈子裡 我覺得才是一個旅行很重要的事 我很喜歡旅行 我想很多人都喜歡旅行 但是我們旅行的時候 又會很焦點 很焦點下去 有什麼吃吃 沒有辦法 但是我經常覺得 有什麼吃吃 是不是真的要自己吃下去 才覺得開心 我覺得不是 當中有時候看看電視節目 看看我們台的節目已經可以了 所以大家去旅行 不妨去看多些 找多些應該要去感受一下 去感受一下 這個就是本台獎給你們的懿疑 嘩好累啊 不過近年台灣本地都說 垃圾處理問題越來越嚴重 不論分類 源頭 市民配合 都面臨爆煲危機 大家真的想環保助言起行的話 不用搞那麼多事 最重要是自己做少些垃圾 自己也不要變垃圾了 拜拜 我試過吃濕味 整個一堆 整個一半 我又說 我又說 我又有嗎 哈哈 我真的有 你不是吃濕味的時候 連包也放下去就可以了 就是要分類 就是愛分類 就是愛分類